各位兄弟弟 今天看关心宝节 过去31年美国的经济成长率都被中国远远的抛在后面 甚至很多的时间里连中国的车尾灯你都看不到 但没有想到31年后 现在美国的经济成长率竟然高于中国 为什么美国的经济成长率可以快速的提升 我大量的钱 我的基建都还没有投进去 关键就在疫苗 我们看到中国虽然他也大量的打疫苗 可是他的科兴疫苗 他的国子要疫苗 没有办法对付Delta的病毒 所以他现在继续的封城 继续的封接 继续的封锁 在封锁的状况下 他的经济成长就会受到了一个冲击 但看到了美国 他现在疫苗就普遍的失大 甚至很多的美国公司要求他的成员 也就是他的公司人员 你一定要打了疫苗 我才让你上班 不然我就要把你给开除 这在美国过去不可能的事情 现在也都一一做到 也就是他现在打疫苗的声浪 不但变成主流 而且失大率已经让他们可以慢慢过上正常的一个生活 也就是公总所提到的 现在对整个人民所需要的 你不是纾困 而是疫苗 疫苗铺几率到达一个标准 人们才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 否则你再多的纾困 你再大力道的纾困 可能都没有办法 都是杯水车薪 好 我们今天请到旅外宾 美国竟然超过了 而这个超过 它是黄粱以后 还是它是未来的趋势呢 而且事实上经过1990年以后 美国每个季度的经济成长率 从来没有赢过中国 可是拜登现在终于可以好好的缩嘴了 什么东升西架 我跟你讲 2021年的这个经济成长率的第二季里面 美国的经济成长率是12% 中国的经济成长率是7% 差这么多 你看这个曲线 这个曲线上面是红色是中国 下面是美国 美国的经济成长率在这一次的时候 跟中国出现一个黄金交叉 而且跟大家讲 不是只有这个季度 接下来的五个季度 美国的经济成长率都有可能会赢过中国 所以它是一个趋势 对 那你想说拜登这么厉害 他到底干了什么事 其实拜登没有做什么事 重点是什么 把美国的疫苗覆盖率把它拉高 目前美国人打完两剂了50% 打完一剂了60% 这个数字还在往上升的阶段 那中国大陆目前这个数据 大家不知道是多少数据 可能打完两剂的人数不到40% 30% 好 于是这样的状况之下 美国现在大许的开放 所以美国的经济产品没有受到影响 但是反观中国因为疫情的关系 它坚持要清零 它很多城市开始封城之后 经济受到影响 所以你看华尔街日报 就跟你报道 美国经济增速反超中国 受到疫情应对措施 影响的就是非常大的差异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说当中国一封城 中国一开始封 等于说我连港口都封了 港口封了 封城也封了 我已经经济就受到影响 所以那现在重点就是在于说 你不要再进行一个封城的状态 那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 因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压力 因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成长 来源是民间的消费 也就是consumer这一块 但是因为现在很多城镇都封城 你看扬州现在封城 北京也部分地区封城 很多地区都封城的状态之下 民众根本不可能消费 所以现在中国大的民间消费 相当相当的低迷 他们昨天公布了所有的经济数据 全部列于市场预期 所以你想说中国的经济有三个火车头 没有想到在这一波疫情的时候 他三个火车头都慢慢熄火了 对 我们刚才讲到是民间的消费 受到影响之后 保险另外两个火车头是什么 一个是投资 另外一个是重要就是出口 那投资跟出口 两个一样受到影响 保险你知道 现在很多中国大陆 尤其是像南方的这些城市里面来说 因为他有经济封锁的状态 他根本出不了货 出不了货的时候 现在大家担心什么 如果今年年底 从现在到年底的时候 万一郑州封城的时候 那你怎么办 那iPhone 13怎么办 对啊 全世界经济怎么办 所以人家最近 为什么台湾股市在跟着在下跌 主要原因就是 大家对于中国的疫情 开始担心起来 一旦中国的疫情控制不住的时候 导火将会波及到台湾 整个经济的状态 所以说现在中国对他的疫情 是全面封锁 可是你如果从外面来看的话 他的疫情不乐观吗 对 没错 因为为什么 因为现在中国已经有15个省市 都已经出现疫情的状况 而且他们这一次是最难产的Delta病毒 Delta病毒之后 现在连孙春兰就国务院副总理 他现在都亲自到扬州去坐镇 你就知道现在整个 去扬州坐镇 你就知道现在监困的程度 到底是怎么样 你看这就是目前扬州 所有小区进行所谓的封锁 甚至全面PCR 保杰 他们扬州已经进行了 八轮的PCR 你就知道目前的监困状况 到底是怎样的状况 好 那除了 除了这个之外 你看最近 保杰 台股最近 从在八月中以来 已经连续跌了九天 为什么会连续跌九天 主要原因就是在于 我刚才讲到 大家担心你整个 中国的疫情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地方 让台湾非常担心 就是东南亚的疫情 东南亚影响到台湾 现在菲律宾的疫情严重 包括越南的疫情严重 包括泰国的疫情严重 包括马来西亚 还有包括印尼 这五个国家 疫情都非常严重 那我们今年 我们台湾今年出口 成长率最高的 就是出口到东协去 结果你现在东协 遇到这个经济 遇到封锁的状况之后 台湾现在为什么 我们很多电子股会跌 因为我们很多台湾的电子股 在那边都设有厂 包括什么伪创 包括说在越南 我们有非常大量的 这个自协公司 然后在泰国 有非常多的汽车零主舰公司 全部现在都封在那个地方 所以现在为什么台湾会跌 就是因为这些国家 都使得台湾的经济 会受到某种程度的波及 所以你现在的疫苗 不但是你的经济生活 连你的工业生产都有影响 那我们讲 为什么疫苗很重要 我刚才讲的那些国家 都是在东南亚 对不对 但是东南亚有一个国家 是不一样的 你看现在的菲律宾 越南 马来西亚 甚至是印尼 他们这些国家 全部都调这样 今年的经济参长率 但是有一个国家 是反向调高 新加坡 对 就在新加坡 那你知道新加坡跟马来西亚 如果大家知道的话 他们只有一水之隔 就隔了一座桥 那边就是马来西亚的柔佛 那过来的话就是新加坡 那新加坡跟马来西亚 现在是截然不同 因为现在新加坡的疫苗 复干率已经打完 一季了 至少已经来到七十几% 他们年底到八月的时候 他们希望能够拉到八十%以上 所以新加坡可以过正常生活 对 那你知道 现在整个东南亚里面 来说的话 马来西亚四十%最高 其他地方的都是二十% 所以他们根本没有解封的 这个条件 没有解封的压 没有条件之下 他们当然只能用封城的 这个阶段 那你知道疫苗 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要导致什么 昨天马来西亚 总理还辞职了 那对马来西亚来说 又不只是封城 连政治都出现了不好的效应 我没有想到 马来西亚严重到说 我们他在台湾的歌手 还要捐款回去 你就知道现在马来西亚 到底多严重 那事实上 为什么大家会担心 你看马来西亚 还有菲律宾 事实上你看 很多国际大厂 都在那边投资 包括说马来西亚 里面来说的话 你看英特尔在那边投资 德頤在那边投资 马来西亚是全世界 第七大的半导体公司的国家 所以现在他受到影响 全面都受到影响 另外菲律宾 菲律宾包括说 像被动元件 很多地方也都在那边投资 所以这两个地方的 这个影响来说 对台湾的电子业 影响是相当相当的大 而且大家没有想到 越南的状况竟然这么严重 越南状况严重之外 那影响到谁 影响到连三星都受到影响 那今年第二季的时候 三星的这个手机 输给了这个小米 为什么输给小米 主要原因就是在于说 他目前的越南厂 完全在停摆 出不了货 没办法出货 没办法出货 所以为什么他们这个 这个李再荣会被放出来 主要原因就是在于说 他要赶快去处理越南 手机的相关的问题 否则越南疫情严重 你没办法让那些员工 正常的生活的时候 你当然会受到很大影响 所以为什么你说 这个他们的这个总统 说放出来是为什么 半导体加上所谓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疫苗 因为韩国可以帮越南 处理某些疫苗的问题 所以当然他出来的话 对于整个这个越南来说 是一个好的这个倾向 那台湾刚刚讲到的 股市已经连久跌了 连久跌我们除了受到 中国的影响 受到东南大影响 那台湾呢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有些数字 我的无薪价 我的很多的数字 看起来是不乐观的 你说因为我们五六七月 开始封城的这个关系 你知道我们现在的 整个失业率是来到4.8 4.8是什么数字呢 4.8是从我们这个金融 海啸以来的最高的时间 也就是说 你从2008年以来的最高 小英总统上任之后 最高的时间 你觉得这个地方 所以为什么他的民调 会往下降 其实跟你的失业率上升 只有非常大的关系 我们的失业率这么高了 对那除了失业率高之外 现在无薪价人数 现在无薪价人数 已经来到5.7万人 那之前的 保险那在之前的低点的时候 也就是说在没有疫情之前 我们的无薪价人数 才4000多人 可是现在已经飙到5.7万 你就知道都增加了多少 甚至最新的消息是 连这个韩社集团7月都说 我要瘦身 我要裁员100多人以上的 这个状况 那除了这个之外 所有的这个指标都说 台湾的经济 因为这个封城的关系 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为什么工总 还要积极的呼吁说 我们现在疫苗真的不够 因为没有疫苗 能够打扑克利再往上打的话 我们如果没有解封 没有降级的话 对我们经济成长率 经典绝对是不利的影响 辉成刚刚讲到的 工总过去你跑的一个单位 他特别提到 他有个白皮书 现在打疫苗 疫苗的覆盖率 比你的纾困还来得重要 刚刚讲的 你现在疫苗才是最重要的 一个战略物资 战备物资 你没有的话 你的经济生活 你的工业生产 真的有受到这么大冲击吗 工总每年公布这白皮书 其实讲难听一点 就是给你算总账 就是你今年政府 有什么东西 他们认为说对企业来讲 有很多问题都没有解决 那我们就用所谓 讲好听这白皮书 讲难听一点 就是说跟你要跟你哭喊一下 也要跟你算一个账一下 那他们这个白皮书 里面特别有提到 刚提到的就是说 如何协助产业度过疫情难关 是他们最关心的这一项 而其中他里面还讲到说 主要之物就是增加疫苗施打率 他讲白了讲说你给我们纾困干嘛 那些其实说难听一点 我们一打开一天要赔的 如果你不给我打疫苗 我们一打开赔的钱 就根本你跟我纾困 连塞牙缝都不够 所以我们不需要你纾困 我们要的是希望你给我们疫苗 这是工总以来 他们向来需要的东西 而且其实他在这个相关里面 还提到蛮多 他说以今年来讲你说缺贵 海运缺贵 移工难早的物价高涨 有一些我们自己可以想办法克服 有一些我们可以自己来想办法 但是疫苗这些东西只能靠政府解决 我们一般的人工总要买 你又不让我们买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会认为说首要之物 就是希望你赶快打疫苗 你要知道讲的这些工总 这些相关单位 事实上以台说四保来讲 他们今年获利是非常好的 但他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警讯 为什么 因为今天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今天光是境外移入的激增 14个 14个 所以这代表什么 他们很清楚的知道 就算你国门所在久 那个都是短时间的 如果你疫苗的施打率不够 你没有办法把自己全部的 全台湾的防御率 拉到一定程度的话 那个攻破你的国门 只是遲早的问题 虽然现在台唆集团 或者是工总的一些上市归公司 上半年获利表现还好 很好 但你要知道如果拖下去 如果Delta真的来的话 那可能会进一步冲击 我们都知道所有的这个所谓疫情冲击 第一开始影响的一定是内需产业 所以刚提到什么餐饮这一些无薪价 然后周公时不到35小时 已经来到了100万人 那这个做所谓外销产业这个部分 尤其是电子产品这个部分 其实上半年还非常好 光以七月来讲 出口这边来到了三百七八十亿 已经创历史新高 但是他们也不会觉得好像就很开心 因为随时的那个病毒就在你家门口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认为 不管虽然现在台湾的经济成长 看起来不错 但是你只要没有办法把疫苗买到 这个施打率没有办法拉高到一定的安全值的话 所有现在的一个安全都只是假象 之前民进党一直逼着说 台北新北你们打太慢了 就赶快去打 不然疫苗给你也没有 可是现在讲新北你的注射占太多了 你要少几个 现在真的是没有疫苗可打了吗 现在这是巧妇难为五米之吹了吗 真的疫苗不是陈时中在梦里 如果有梦到的话 隔天就会出现的 因为疫苗没有就是没有 所以之前一直嫌说 台北市新北市打太慢了 所以我们疫苗其实很多的 但是给你打也打不完嘛 可是你每天叫叫叫叫叫 给你的也打不完 是可是现在开始打了之后发现 打一打打完啦 打完该怎么办呢 陈时中要改口说 你们新北市疫苗施打接种 再少射一点 还叫少射一点 我们当然想多射一点 因为九月要开学了 很多的老师不只是台北市 新北跟台中都一样 还没有打到疫苗 法学哥你知道吗 在台北市的教职员 本来应该要造册的 我们现在缺口竟然还有1.8万 今天台北市政府 已经正式行文给教育部说 拜托给我们疫苗 不然开学没有疫苗可以打 今天在一个网路媒体上面 他有做 你敢让你的孩子到学校上课 苹果做的 他46.8%的家长选择不敢 因为为什么 因为老师都还没有打 有些老师还没打疫苗 很多老师是还没有打疫苗的 所以大家都很担心 那今天这件事情 烧了一阵子以后 记者去问陈时中了 保健哥我念给你听陈时中 怎么讲一字不漏 他说这个我们现在有看到相关名单 从网上有去看相关名单 我们在整理中 因为还无法掌握确实的数目 我们现在就整体在网上面的等等的 我想我们应该想办法来满足这一块 毕竟开学是一件 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基本上还有讲等于没讲 真的耶 所以保健哥你昨天讲的没错 有一种人不管在当兵的时候 或在某些办公室都会有 他讲了长篇大论 感觉什么都讲了 可是你仔细去看他说的话 所以这些老师在开学前是可以打到 他有两种特质 第一个是他很忙 但什么事都没做 第二个他话说的很多 什么也没说 是我读完之后 我看标题 我以为老师可以打疫苗了 我很开心 点进去读完 他整个记者会讲的文章 我不知道到底老师 能不能够打疫苗 看不出来 我们有看到相关名单 有去上网来看 相关名单我们在整理中 现在还没有办法掌握确实的数字 我们现在就整体在网上面 我们在那个线上系统去核对 看哪些需要 我们想办法来满足这块 毕竟开学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然后来 很重要 然后来 不知道 白天你知道吗 我们年轻人 有时候做作业的时候 头吃饱 我们会去上网 网路上有一个系统 叫做废文产生器 你可以选择 你要六百字 八百字还是一千字 你就把你的主题打进去 他就会生成一篇文章给你 乍看之下 言之有误 但实际上什么都没讲 所以陈时中现在的发言 就有点这种味道嘛 我们要问的是 所以老师第二批八月的造册 什么时候可以发配疫苗下去 让他们打到 有或没有 结果呢 讲了长篇纳略 我们还是不知道 所以真的 没有疫苗就是没有疫苗 不是陈时中在晚上睡觉梦到 起来以后就会有了 拜托赶快去催货 这个才是最要 那另外现在有四百多万人 想要去等纪莫德拉 可是现在有人讲 你不用再等了 你再等 你什么都没有了 是 自从高端开打之后 就开始有很多这样子的消息 不仅他一开始讲说 好多人来登记系统预约 以前AZ跟莫德拉都没有这样的现象 没有几报系统 可是我回去查 有第一次开打的时候 75万人第一天灌进来几报系统 跟第二天 他们现在讲的这个高端 只有4.2万人 第一时间几报系统 最后一整天下来 30万人去施打 数字明显有落差 可是现在指挥中心 好像推销员一样 就是要你一定要预约高端 再不打没有了 很抢手 这就是一种饥饿行销的策略 所以他开始讲 年轻人啊 你要赶快来登记高端跟AZ 如果你来不及跟登记到的话 你BNT你也没有 莫德纳也没有 你就没有疫苗可以打了 那藉此下让很多 现在可能工作有需求 比如说一些老师 担心未来没有疫苗可以打 所以只好去登记高端 可是明明现在BNT 就正在做我们的货了 我们都知道 接下来九月都有可能会进来 为什么要跟年轻人讲说 BNT你可能也打不到呢 这就是让大家觉得 很奇怪的事情 刚刚讲的是 你看全世界的例子都是 你今天 纸困当然重要 可是更关键的是 你一定要疫苗打得 非常的普遍 疫苗打的普遍 现在我可以回到正常生活 回到正常生活 我做生意开门 我才有生意做 我才可以回到我的正常生活 不管怎么样 现在政府有成绩 我就搞纾困 可是问题是 我这样算一下 你现在八月给我搞纾困 你十月才会到我的口袋 而且你说十月才开始要发 十月发 我要不要有行政程序 我十月发 我到我的口袋 是不是已经到了十一月了 而且我现在看了越看越不懂 又有数位的 又有实体的 你到底在搞什么 所以这次纾困搞了天怒人怨 这个天怒人怨 并不是在于我天怒人怨 也不在于你天怒人怨 在于民进党内部天怒人怨 这件事才是真正的 你天怒人怨没有意义 我天怒人怨也没人理我 民进党天怒人怨才有意义的 而且是民进党内部的派系 天怒人怨 这件事情意义才大嘛 我们是小咖嘛 对不对 今天有一位名字 跟姚慧珍只差一个字的记者 特别写了一个独家 他一路都专跑民进党 而且他对于民进党的独家 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他这篇文章透露的资讯量太大了 三件事 第一个苏贞昌与党团的关系 已经直变 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苏贞昌无意听从他人建议 而且也不给其他派系资源 白写白 第三件事情 年底公投是苏贞昌的信任投票 你什么 年底公投信任投票 是压时间点了 国会他说 政国会要角说 过去政国会 跟苏月长完全配合 可是我完全配合的结果 我被当成苏贞昌的赛涵 我当苏贞昌的赛涵 那我不如去拥抱民意 为什么 因为我完全配合结果 没有得到任何派系 应该要有的资源 民进党规矩 你吃肉 我喝汤 或是你吃大块肉 我分点小块的肉 结果你肉全吃完了 那一点汤 一点小肉 都不给我们遵守派系倒阁 这就是董事长昨天讲 翻脸了 翻脸了嘛 所以这次才会发生这种事情 这今天有一幕 让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所谓苏贞昌 去那个嘉义巡视的时候 苏贞昌被问到说 这个你跟蔡系的立委沟通 沟通 殷系立委 殷系立委沟通 沟不沟 沟通有没有问题 结果蔡玉以给我在背后大挑眉 挑眉 挤眉弄眼 这个挑眉实在太有趣 你看 苏贞昌被问到的时候 然后呢 蔡玉的眉毛你看 他给我大挑眉 所以那个挑眉的实验是你跟依稀立委的关系 蔡玉以那边做鬼脸 又在那边做鬼脸 这像是以前的库立 苏贞他妈 后面大家还帮他演 没有啦 因为蔡玉以眉毛比较粗啦 所以说他这样 眉毛比较粗也不会再这么敏感 在这么敏感一起要是我就垂头 头垂滴滴的 尽量不要表情 就是蔡玉 没在乞了啦 对呀 没有再怕了嘛 过去那个酷立的形象 没了嘛 所以说我觉得这件事情 真的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还有点抗戏的感觉 可是对于民进党内部 绝对是茶壶里的风暴 所以董事长 我们再看一下蔡玉 蔡玉是一个很可爱的人 她也是一个很忠厚的人 可是她觉得这个挑眉的时间点 也太有趣了吧 这叫做挤眉肉眼 其实蔡慧珍上报蔡慧珍写的文章 我们昨天全部讲完了 对不对 这个就是党内倒戈 所以他已经 苏貞昌的时间已经到了 所以我昨天讲是二月 二月就是公投结束 就是这个东西 公投结束以后 他一定要给他一个漂亮的身影 他就下台了 那至于说这个宪法规定 说只有任不能免 那个是鬼话 其实总统说百分之百的 生杀大权 总统不想用的时候 他就会走 可是我没有想到 这个五倍卷的风暴 这么样的大 这个五倍卷 真的造成了行政院 跟整个立院党团的 质变 保洁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民进党只有两个人 一个吴子佳 一个王世坚 王世坚有一天在楼下 碰到我说 你要把我开除党籍 吓都吓死了 开除党籍又要来了 你知道吗 但这一次是触动了 民进党的基本 根本的问题 因为他触动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民进党的基本盘 因为他要跟老百姓要钱 这个事情 就很简单 你说这个人替不替去 到现在一千块都不给了 对不对 还能够叫做五倍券吗 你这个五倍的倍 怎么这个倍数基础 都没有了 一比五有个倍数 现在是零比五 对不对 他固执到爱民主 爱到这个程度 就一定要把它变成五倍券 而且我不懂的是说 你非要硬不可 你不但要硬 你还硬得很精美 硬得很精美的时候 你要十月才出来 那不是缓不济起吗 还有更严重 我告诉你十月份 如果说有新一波疫情的时候 冬天到了 你知道吗 万一有一波新疫情 起来的时候 请问你这个五倍券 能够消费吗 你还能够鼓励民众出来消费吗 这民众怎么办 拿这个券 不是拿废纸一张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产生他完全一点 一点这种所谓的这种预知之明 完全都不知道 他对未来的社会 长成什么变化 他也不晓得 那现在这个政府确实是有问题 你看今天公总这个报告 更可怕 公总报告很简单 就是讲半天不是纾困嘛 就是疫苗嘛 你疫苗不解决 你这个什么事情都不能解决 然后跟他讲的很简单 疫苗要给战略性的产业 的人才优先施打 是 讲那么清楚 台积电四万个人 你要不要给他先打 洪海人要不要给他先打 你台座 华雅科那么多 都是要优先 你结果他是什么东西 他是一二三类优先施打 这个是什么东西 第二类是政府官员 他然后现在今天我真佩服 陈时中是中华民国了不起的部长 对 要了不起 面皮弄得这样 是不知道是什么 电脑紧出来 你知道吗 就不简单 那我请问你 你第二类是不是全部施打完了 为什么到了四十岁以下 是打不到了 非要打高端 就变成一个相对剝夺感出来了 民进党最重要的 未来决胜政权的基础 他一句话把他打烂掉 他能负责吗 他不能负责 所以这个老金不清楚 到这种程度 然后今天讲明天就会变 就唬烂 天天他很简单 韩国的卫补部的人员 跑到这个美国去打官司 去抢疫苗 他在立法院 他在这个每天下午开记者会 唬烂一大堆 那现在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我们现在今年失业率也增加 然后我们今年七月份的失业率 大学生找不到工作 我们是弱势受壮工作者 到了原来正职的 原来是full time的工作公司正职的 现在转成part time的 到了现在统计起来将近快一百万人口 你知道吗 他们通常不管 他完全不管你 然后告诉你说没有疫苗可以打 全部在那边坐以待毙 是这个政府 所以到今天 你说可不可怕 公总写出的报告 已经是最后的警告了 然后完全没有人处理 现在关心的是五倍券 然后面子在哪里 就是民进党倒台的前兆 李氏 当然我们就讲了 现在疫苗是最终的手段 要面对这个新冠肺炎 可是现在看到一个数字 现在全世界打的最普遍 两极都打的 是我们看到是以色列 可是以色列他说 他已经穿透 那个保护力是真的吗 以色列最近有一些报告 都让我们有点担心 因为他大概一个月前他就说 这个BNT疫苗他们很早就打完两剂 对 21天就打完 所以到现在其实已经大概六到八个月以上 那他们发现BNT对于Delta病毒的防护力有在下降 然后前阵子说下降到五六十 然后最近一次报告说下降到三十九 吓死人 把大家都吓到了 虽然他还是有个弹书 他说重症的保护力还是高 大概九十七percent 那可是以色列其实就 因为保洁哥知道很多欧美国家都在谈 是不是需要第三剂 对 那以色列其实不想等美国决定了 他就直接已经打下去了 他针对他的老人家 以色列已经打第三剂了 没错 在全世界之间六十岁以上老人家 都开始打第三剂 他已经打了大概一百万人 那可是我自己其实觉得 这个后面的科学根据不太多 因为根据以色列公布到目前的资料 其实我觉得也是 类似英国跟美国的发现 主要得病的 其实还是没打疫苗的人 那疫苗在老人家 即使在老人家 他还是有一定的保护力 所以我觉得他们急急去施打 这个第三剂 让我有点不太知道为什么 像美国现在还撑着 美国一直还没有决定要广泛第三剂 他们觉得资料还不够充足 因为至少到目前保护力 重症的保护力 应该看起来是够的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以色列 大家只看确诊数字 觉得好害怕 怎么连以色列都都挡不住 我来跟大家看 这是加护病房住院的人数 用人口校正 你看一支毒秀的 其实是美国 你看美国翘起来了 很高 可是其实以色列跟英国 加护病房 因为重症住院的人数是差不多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 那你看死亡更是 死亡这三个国家 用人口校正之后 都还没有跳起来 所以我觉得这三个国家 其实疫苗都打得蛮多的 所以只看台面上说 确诊的数字这么多 不一定能反映 他们疫情严重的 那我们台湾现在讲 我们现在的疫苗覆盖率 已经38%了 可是一剂这样子够吗 那我们本来希望说 我们现在有国产疫苗 可是一个连亚 你现在过不了关 而现在的高端 大家也担心 你的量产真的够吗 我觉得我们长久以来 不是都抓65%吗 3000万 我觉得现在在Delta的时代 应该很显然的是不够 65%不够 那我们已经多次跟大家讲过 Delta可能R0值在 5到9或10之间 美国CDC说类似水痘对吧 所以因此他换算出来 我们可能需要的覆盖率 是八到九成 而且这个八到九成 可能是要打两剂才行 两剂八到九成 所以因此这个 我们现在是接近四成嘛 一剂 那可是我觉得我们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可是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紧张 或担心 因为对Delta 假如只是防重症的话 其实一剂 根据英国的效果 根据英国的大数据资料 一剂就可以有效的防重症 可是当然感染的话就不行 感染大概要两剂才够用 两剂大概只有一剂的 不管是BNT或是AZ 大概对Delta都只有三成的效果 所以因此疫苗还是要越多越好 但是我们现在虽然我们的本土确诊率 现在这两天第一肩制压倒 只有四个人 可是我们的境外很多 而且我们的境外不太多 而且都是几乎都是Delta 应该说境外的多寡 其实就是反映国际的疫情的严重与否 就跟去年四五月一样 其实去年原来二三月 我们是先有一个本土的 本土案例其实比较多 可是在有一天之后 忽然就变得境外越来越多 然后越来越多 就造成去年五月那一波 那所以我觉得现在有一点 类似这样的味道 每天我们境外忽然 又可以到十几例 然后开始超过本土案例 那所以我一直觉得 然后罗一军每个星期五 都跟我们说几乎很多都是Delta 我就觉得Delta就蠢蠢欲动 准备随时准备 随时准备 我们的国门 随时准备进来 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要为Delta 做好超前部署